一直旋轉 我開菜單你來吃 歡迎收看海神 SHOW體操 今天是我們的全新企劃 我開菜單你來吃 最近教課遇到一些學生 他們都會跟我要回家作業 那這個回家作業呢 就是問你說 教練我在家裡有沒有什麼 可以自己加強的 我在體操館裡面有動作卡關 可不可以在家裡加強什麼 所以我在體操館的動作 能夠有一些幫助 今天這個企劃呢 就是幫助你 除了在體操館之外 讓你回家 還可以做一些輔助訓練 當你回家做完這個輔助訓練 你在把動作拿到體操館的時候 會對你的動作更熟練 也更清楚一點 能夠幫助你快速的上手 正在練的動作 那我們今天要教的就是 鞍馬輔助訓練 那我們看下去 GO OK 首先我們先 雙手撐地上 為了讓你的手腕 達到一個 等一下鞍馬在撐的時候 你的手腕不會那麼的痛 所以我們先在地上 收一下 繞圈 讓你的手腕都開 好 然後左右 左右撐一下 你的繞鞍馬 是雙手都在運用 那這個繞圈呢 你就先繞左邊三圈 再換右邊三圈 再換右邊三圈 先左翼 然後左右 待會算一下 做十下 接左翼 這是第一樣菜單 第二樣菜單 請你 再腳放在前面 手撐在後面 把你的肚子往上頂 好 往上頂之後 你會發現 你的雙手是在支撐你的整個身體 所以用你的雙手去做一個左右轟動 可以的話 把你的手拉高 這時候要注意你的肚子 如果肚子滑掉的話 待會你在甩的時候 就會做不起來 所以要盡量把你的肚子往上頂 再去做一個拉高 接著轉過來 另外一面也要做 直立挺身的姿勢 就做一個左右 拉高 手拉高 拉高 OK 那這兩個動作呢 你可以做來回算一次 做二十次 做一到兩組 就是 第二樣菜單 第三個動作呢 你就把你的腳伸起來 你先試著去找你 覺得順的那一邊 所以你可以先走 逆時針 我換過來 你也可以走 順時針 看你哪一邊比較順 你就走哪一邊 當你覺得 還不錯穩定了一點 那我們就加速走快一點 讓你的手 視寸感再多一點 好 這是第三樣菜單 第四個動作 你可能要準備下一雙襪子 把襪子套上來 因為待會 你在做的時候 你的腳會一直躲地板 那會放置你的腳 受傷脫皮 所以你最好穿一雙襪子 第四樣動作 我們先做 手撐著 然後把你的腳踩遠 手拉高之後 跳進去 先讓你的腳在前面 做個半圈就可以了 高起來手撐 讓你的腳滑到前面 這樣子 半圈 超級高 滑出去 繞個半圈 給你的手有一點自寸感 腳到一半 先繞半圈就好 當然如果你有感覺的話 你也可以再甩多一點 不一定要 一定要半圈 你也可以拉遠一點 超過半圈也沒關係 這個動作呢 你就半圈半圈繞 一次做五個 五個 做三組 這就是 第四樣菜單 接著第五個動作 也是最後一個動作 剛剛是已經可以繞半圈了 那接著 這一次要運動到 屁股 當你跳進去的時候 就用你的屁股 坐著 去做一個 滑屁的動作 用屁股讓它滑一圈 所以這時候 你可以考慮選擇穿長褲 因為短褲可能會磨到你的大小腿 這樣還是皮跟C版會去摩擦 有點不舒服 好 那我們再看一次 超舉高 拉一圈 輕輕的跳進去 用你的屁股 滑一圈 好 先讓它有 能做到一圈的感覺 那這個動作呢 你就做一次一圈 一樣一次五圈 做三組 那這就是我們最後的 第五樣菜單 這五件事 你把它多做一點 熟練一點 會對於你在鞍馬上面的幫助 是非常大的 那最終目標 我們就是要達到 可以一直旋轉 那這樣子 你到操管裡面來練的時候 就會更熟悉一點 好 以上五樣菜單 如果你的鞍馬想進步的話 就可以把這五個動作 多熟練一點 這樣對你的鞍馬 絕對有非常大的效果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艾成 下次見 掰掰